禮拜 拜拜 傳統祭祀誠心祝福 基隆市立田徑廠拆除重建工程 六日舉行善良典禮 基隆市長謝國良親自鎖上金螺絲簽名祝福 包括副市長邱佩玲 教育處長等人都到場觀禮 我想基隆市尤其信義區的市民 真的是委屈了 他在前市府發包後 後來又廢標 在我上任前一週 重新發包 後來又證明預算不足 必須重新設計 然後要追加預算 而且在我一上任不久 大家應該記憶猶新 就有完全沒有按照行政程序 來堆放企圖 已至體育場前任重要官員 被政風廉政單位移送偵辦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辦案的下落 所以我希望檢調在這方面 能夠盡快地來偵辦 能夠還給基隆市民 一個公道 最後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及多位市議員 也出席上涼典禮 親自在兩柱上簽名祝福 市政一棒接一棒 如果好的規劃市府議會合力來完成 施工如果遇到困難 大家一起努力來解決 讓一切回歸到專業 市民朋友等待這樣的工程 體育場非常久 已經過了三年半 我想政治不能耽誤生活 政治也不能影響運動 如果我們這個場地好 因為我們運動大概分兩種 一種是競技型的訓練 然後比賽的空間 競技型一種是全民運動 我想我們基隆市難得 少有一個非常腹地這麼大 然後可以做到一個完整的 序列空間的田徑場 我們就應該讓他 剛剛謝市長在私底下有跟我講 就應該讓他變成一個專業的比賽場 市立田徑場工程 終於有重大進展 包括基隆市體育會理事長鄭景周 基隆好碼協會理事長 梵佩文等人都親自到場見證 只見大量在調車的協助之下 緩緩升起 讓在場來賓的心中相當感動 市長跟我都來了 然後我們教育處長也來了 然後我們議長也來了 一座一堆都來了 表示所有基隆人 不管市府議員 都非常關心整個體育場的進度 也關心基隆人的健康 這項工程 將擁有的環狀看台拆除 並在看台下方 規劃了多處籃球網球場空間 未來將進一步改善田徑場跑道 並取得國家級400公尺標準的田徑場地認證 未來可以辦理各項的正式大型比賽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